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了使徒行传第20章 我们一起来念22节 23 24跟32节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孽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第三十二节 如今我们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惠的道 I commend you to God and to the word of His grace 这道能建造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德基业 我选的主题是神恩惠的福音 Gospel of grace of God 我的想法是 本章圣经的内容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回程 保罗已经感觉到他将要被捆绑 很可能跟弟兄姐妹们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所以对以福所这个他刚刚建立出生的教会 他心所爱所挂念的 他就请以福所教会的长老来 给了他们相当于灵终托付 从十八节到三十五节 这也是神给所有教会你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的托付 这里提到了四个重点 第十八节 讲到了保罗说 他始终一致的为人 What manner I have been with you at all seasons 就是我们一直要有正确的待人处事的态度 在第二十到二十七节 保罗提到了要传讲教导神的道 在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保罗提到了要谨慎行刑的保护群养 在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保罗提到了面对财务的态度 要做圣徒的榜样 在这里保罗宣告了他的执事 是见证神恩惠的福音 神恩惠的福音 他所传的福音是神恩惠的福音 他也把这些圣徒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 这应该是我们的执事 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 神恩惠的福音和恩惠的道是什么意思呢 恩惠或是恩典是什么意思呢 罗马书四章四节说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只信 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所以恩典乃是百百得来的 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或好品格 也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来换取 恩典虽然是百百得来的 但它是无价的 不是廉价的 恩典的得到只是因着信 恩典的源头就是耶稣 他爱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做了赎罪祭 我是否看到我所经历神的恩典吗 要能看到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我才能胜过罪的吸引力 我们所传的福音 不是只是在解决人的问题 或使别人更快乐 而是帮助他们看到 恩典正运行在我们的生活中 然后心里产生平安喜乐 去年感恩节 我的儿子们回到台湾 我们一起出游 在车上我的小儿子 无意中分享了一个心中的 一个难题 他和妻子现在在教会中 当了小组长 带领大概十几个年轻人 但是他现在有点灰心 觉得自己没有爱 能够继续服侍下去 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验 我告诉他说 我们自己心中 如果没有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就很难有爱 来继续服侍和爱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心就会枯干 那为什么我们的心感受不到神的爱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神 每天放在我们四周的恩典 看为理所当然 看为我们当得的 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没有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就 我们的服侍就变成在律法底下行事 因着责任 因着要求 不得不做 这是很辛苦的 这是神恩典的福音 但愿神保守我的心是敏锐的 是感恩的 让我每天看到神恩典的手 四面环绕我 让我珍惜每一次服侍他 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的福音是 神恩典的福音 每一天 你的恩典 环绕在我们的四周 保守我们的身心灵 保守我们的更新 保守我们 所说的话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保守我们的家 保守我们的工作 保守我们的服侍 主耶稣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感受你的恩典 四面环绕我们 赐给我们 你的爱 主啊让我们有爱心 能够服侍人 能够把一切荣耀归给你 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Amen